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說Cardia Cardia這十幾年有些很微妙的變化和進步 十多年前Cardia給我的感覺是非常雷性化 很多珠寶、首飾之類 還有碗錶比較集中在雷性市場 這十幾年以來牌子做了很多功夫 包括在市場的宣傳和設計上 整個品牌的中性化強烈了很多 Cardia今時今日很適合雷性戴之餘 也許多男性都可以戴到 對於整個標的市場來說 Cardia的感覺是寬闊了很多 機械機芯的定價可能已經有五萬元 對我來說是非常抵賣 而且很合情利 不會說下下買錶要等 要排隊或者要炒價才能買到 Cardia本身是一個很有卡士的牌子 用這個價錢買到一個 現在時下流行的運動鋼錶 非常值得買 也價錢定位非常親密 另外一個卡地亞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他的標學設計 在卡地亞歷史中 他設計了很多不同各具特色的標學 他每年都可以從他的歷史庫裏 找到一些很經典的標學 重新復刻給大家 近年有Tatuna 大家很熟悉的Santos Pank 以及在拍賣市場很受歡迎的Crash 所以你會覺得卡地亞 真的是一個標學造型之王 無可取代的 也每次的復刻有輕微的改動 令到標學更加合乎今天的潮流 近年都有看過卡地亞的標廠 的確他造表越來越有心機 除了他的標學設計之外 他自己的機心 甚至乎的標鏡 都是他自己的工廠一手製造的 剛才說過 卡地亞以前有Bel高級複雜功能的CPCP系列 自從2017年之後 卡地亞又推出另一個Bel高級複雜功能系列 就是高級私人珍藏系列 他每年複製自己的經典型號 例如今年Tatuna的Monopusha 在標誌裡面已經非常喜歡 我在IG上寫出來 也有意料之外的反應這麼好 其實它在1912年 是卡地亞第三個標學設計 以量產型靈計 比聽得更加早 1928年出的第一隻Tatuna的Monopusha 竟然在2000年 集合了標誌三個大佬 有Epicjean 有Vienna Hector 還有Dependu的Dennis 三個製標大師一起合作 做了一個基礎機心 那卡地亞就將它們演變成Tatuna的Monopusha 當時是非常受歡迎 現在它的拍賣價達到30多萬港幣 2024年將Monopusha重新再製造過 錶殼是有Semi的改動 錶已經稍稍長了 整支錶更加修長 我覺得戴起來非常好看 還有大家 千萬不能錯過裏面的錶背 看看這次由卡地亞自己本身做的一個專屬機心 它的機心都是根據它的錶殼做歸背 或者是走筒形 大家看這隻Monopusha的時候 記得錶面之緣也要看它的錶底 今天第二隻要說的是Santos的Demont Revive 這隻錶當時在卡地亞出現已經非常具話題性 因為它是卡地亞很少玩一些換味顯示的設計 它的神指錶無論它的黑度分布和小時指針 都是逆向行走的 黑度的分布亦是反過來逆時針的排列的 它的230MC機心 其實是根據PShade 430 Ultra Thin改版的 所以十分之鮮薄 甚至碗錶的厚度只有7.3mm 我特別要說平時我很少喜歡紅色錶盤 但這次看到Santos的Demont Revive 是用了一個紅肉水的紅色錶盤 是夾集了一些很豐富 很多層次的紅色 有些黑、有些灰感 我看到也非常喜歡 然後我每一次很多時候經過卡地亞的報道 我想看看它的真身再看一次 我所知這隻錶是非常受觀景 非常好賣 每一次我再見不到它的真身 第三隻今天要說的就是Santos的Duel Time 正如我所說 剛才我覺得卡地亞的價錢 是定得非常合理的 這隻整隻降標的灰面 通漢通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漂亮 還有現在它是一隻有功能的降標 現在定價是7萬多元 價錢上已經非常合理 還有近年我們知道 卡地亞有很多錶帶的移拆功能 無論你拆整條錶帶 或者調整自己的尺寸 基本上用手指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到 這隻Duel Time 整個錶形是我很喜歡的 它在6點鐘位置顯示了一個底人例 白色就是白天 黑色就是夜晚 那這隻錶以有功能 整隻運動這麼有潮流 現在我們的卡地亞的牌子 賣7萬多元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合理 和起出望海 日常大錶來說 我覺得這隻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張牌子 你也想知道